各位同學我們正式開始 那麼這個星期就是我所負責的部分的最後一堂了 那麼今天我們有一張辦要cover 所以請大家就是盡量的把注意力提高 然後好好的來聽一下 尤其是等一下這一個小時 裡面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生物技術的一個概念 以及新方法 那你們真的是要好好的掌握 那麼程序的上個星期 我們提到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方法 可以去看基因的表現 然後表現在哪裡怎麼樣定序等等 而這個禮拜我們一開始就來談一個 現在已經非常純熟的技術 叫做DNA Micro Array 那麼一般中文我們把它叫做生物晶片 那麼在現代的一個世界裡面 其實以前非常繁複的 這種所謂生物操作的一個步驟 以及實驗過程 幾乎都可以有所謂的Automation 也就是機器人自動化來幫我們完成了 那麼這種所謂的Automation 結合了我上個星期跟大家分享過的那些技術 的確非常快速的增加了我們在生衣 以及所謂的序幕等等方面的一些應用 那麼Micro Array是什麼樣子呢? 我們用下一張課本上的圖 來跟大家來做說明 其實這個是一個可以用 像是噴墨式的一個方式 你點上去 或者是用像半導體的方式 長結晶一樣的方式 讓每一個點 你這裡所看到的一個道 都有非常多的copy 成千上萬一個copy of the same DNA fragment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在這個圖上面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比較扭曲的 代表了我們在過去幾堂課 提到這種所謂的DNA strength的這個意思 所以想像 記得每一個這樣子的一個copy DNA fragment都是同樣的 那麼這個時候 你當把一個譬如說 一個乳癌的一個病患 它的一個癌症的一個細胞 拿下來打破 把裡面的mRNA的一個物質 抽選起來的時候 那麼你可以選擇直接用mRNA 直接上這個Micro Array 但是一般而言 因為mRNA非常的不Stable 所以我們先把它轉成 上禮拜講過的CDNA Complimentary DNA 然後再把這樣子的一個CDNA 放到這個array上去 但是在放之前 我們又會用特殊的 flowflow的一個labeling 就是螢光標定的技術 把這些CDNA couple 先標定不管是紅色或者是 綠色的一個螢光 那麼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中 這一些free的CDNA copy 就會在這個array上面去找 去bind去pair with 這個specific copy of DNA fragment 那這個就是我們上次已經提到過 這種pairing hybridization的這個意思 好 那麼剛剛提到的這個癌症細胞裡面 假設有一個gene 就是我們上次提到的這個uncle gene 比如說rass表現得非常高 那麼這些rass的這個點 假設就是這一點 就會有很多的CDNA copy 跟它結合 那你還記不記得我剛才講 這些CDNA copy有什麼 有螢光的標定 所以換句話說 當這個基因表現高 copy數多 那麼相對應的螢光強度 就會怎麼樣 所以判定這種強跟弱的這種方式 我們就可以用這種micro的方式 一口氣去分析在一個 比如說乳癌細胞 或不同發育時期 這兩萬多個基因 它的表現量是多少 那這個就是 這裡提到的這個意思 那麼相對而言 你也可以把一個first tissue 比如說我現在要比神經 以及所謂的肌肉的這種基因差異 用不同的紅銀光 以及綠銀光標定 那你就可以看同一個基因上面 紅跟綠之間的差異 而讓我們知道 啊原來這些基因 在神經裡面表現特別高 但在肌肉就不表現 或反之亦然 那這個就是Michael Ray 為什麼能夠在一次性的一個實驗中 同時分析兩萬多個基因表現狀況 的這種說明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比如說在下面這個地方 雖然你看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每一條線都是代表一個基因 那這個時候 Y一軸就是表現量 X軸就是時間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這個可能是一個疾病 或發育過程的一個時間軸 假設這是一個癌症 你就可以看到 癌症初期這些基因表現 一直到中期慢慢的升高 但是後期就突然下降 那麼你如果結合 它真正的Phenotype 那你或許就能夠分析出 這一群基因 可能在這種Cancer Progression 的一個角色辦的是什麼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這種所謂的Expression Differences 而且是Along the Time Line 或Time Lapse的Array Analysis 就能夠告訴我們說 原來在這個細胞 不管是在正常或是疾病 或者是在發育的過程中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而且這整個都是只靠 Sequence這個CDNN Sample 就可以達到的 那麼也是因為在這裡 所秀出來這個例子 譬如說我們再回到這個地方 剛剛我已經提到 每一條線都代表一個基因 那你很明顯的就可以看到說 這一群基因的表現都非常的相似 就是它走的這個Profile 那麼這就暗示說 這一群基因可能彼此 有一些Communication 也就是這裡提到的Gene Interaction 那麼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或許有一個Transcription Factor 我們上次已經講過的Transcription Factor 就是共同的來調控這一群基因 而讓它有這麼特別 而且特定的Expression Profile 好 那了解了這個過程中 那知道了這個基因 在譬如說發育過程中 或在一個性狀上很重要 我們又能夠做什麼樣的分析呢 這裡就是提到怎麼樣來判定 或是研究基因功能的一個方式 這也是我自己實驗室也在做的 功能基因體學的一個例子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科學家最常用的手法有哪一些 第一個就是這裡看到的Disable Gene 把這個Gene破壞掉 那這樣子的一個破壞 就是所謂的Loss of Function 還記不記得我們上次提到的 這種Mutation 你用人工的方式 把這個基因破壞掉 那我看看它在細胞 或者在這整個成體中發生什麼事情 當然就可以推導出 它可能的一個功能 那相對的 你有所謂的Loss of Function 你就可以有Gene of Function 譬如說你讓一個細胞 過量的表現一個基因 你也可以看看說 在過量表現的時候發生什麼影響 那麼在這個例子中 回到我剛剛提到的Mutation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In vitro Butagenesis 這個就是在活體外 譬如說我們可以在下面這裡例子 斑馬魚的一個染上面 我把一個特定的基因破壞掉 然後看它發生什麼事情 那麼這是一個叫做Mitfa的一個Gene 所以你可以看到跟野生種比 它身上這種黑色的斑紋不見了 你馬上就可以判定說 原來這個Gene影響的是這個黑色素 那另外這個Gene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個銀色 尤其是肚子這邊銀色不見了 這個叫做ROID 而且如果你同時把這兩個基因 哇又沒有黑色又沒有銀色 這隻魚就變透明了 所以換句話說 看著這些Mutant的Phenotype 而且你也知道說 因為你在設計Mutation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Sequence是什麼 你就可以因此來判定說 原來這些Gene如果Lows of Function的時候 那它的影響的Phenotype是什麼 就如同這裡所說明的 那麼在這樣子的過程中 第二個方式也是 我們現在非常常用的一個技術 就叫做RNA Interference 又簡稱叫做RNAi 還記不記得我們提到說 mRNA非常的不Stable 因為它在剛剛提到的 細胞的在做所謂的 Transgression Translation過程中 非常容易會被破壞掉 那麼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中 細胞本身就有這樣子的能力 把mRNA degrade 可是如果我們能夠把這種能夠 特定選擇特定mRNA的 這種所謂的片段 用這種所謂的RNA Interference 一個Short Synthetic Double 的Stranded RNA Molecule 去Match我現在要供給的一個基因 那你就能夠把那個基因的Product 也就是mRNA 不管是Break Down或是Block Down 不讓它去做蛋白質 所以也是另外一種 Low Subfunction的一個Approach 那麼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最直接導致的一個結果 就是你Target Protein的Expression 會被Reduce下來 再來一次 它是針對Gene的Program MRNA把它Break Down或Block Down 當然沒有它 它就做不出Protein了 所以在這個方向 又是一個Low Subfunction的Example 那我們就可以用這個來回答 像上一張的Phenotypic的Effect 或是來看一些Signoline 的一個Passway裡面 效果是什麼樣子 那麼目前也有一群科學家 跟醫生們很做 想用這種所謂的RNA方式 來做Disease的一個Treatment 因為我們有些疾病 可能就是一個Dysfunction的一個菌 或是一個Overexpression的菌所造成 那你就可以用這種RNA的方式 把這個Disease Cosing菌 把它Reduce掉 或許就能夠減緩 疾病的一個症狀 那麼如果我們每一次 都是要一個一個一個的基因 來研究 想想看 兩萬多個基因 而且不同的發育時期 千百種的一個疾病 非常難以研究 在這個狀況之下 就有所謂的Genewide Associated Study 起來了 這是什麼意思呢 有的時候 有一些population 會有一些certain genetic condition 換句話說 就是它有一個突變 或者說我們是突變 而是在基因上的一個差異性 那這個差異性會由氫代傳給子代 而且這個子代或許會跟環境 或是一些特定的一個因素 會造成像是癌症或其他重要的一種疾病 那麼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假設我們是在研究像是新陳代謝 就是高血壓高血脂 這種所謂的非常複雜 有多種基因參與的疾病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去找說 有哪一些基因會影響這個特別的一個疾病呢 那用的就是這裡提到的Genetic Marker 那一般而言 目前最常用的就叫做SMP Stand for Single Neutral Type Multimorphism 那這就是上次我們提到的一個單點突變 或是單點變異 其實單點變異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說明 這樣子的一個SMP 在我們人類3 billion best pair的 genome 裡面 是非常常見的 你可以看到 課本上整理出來的資料告訴我們 每100到300個best pair 可能就有一個SMP 那這樣子的SMP 記得喔 就是在我們的DNA訓練裡面 有一個單一的一個字母的變化 比如說ATGC 這個時候變成ATTC 而這樣子的一個變異 可以用我剛剛已經介紹過的Microarray 因為hybridization的一個關係要 pair 它不 pair 它就沒有訊號 配上去就有訊號 或者是用我們上次已經解釋過的PC 你把它放大開來 然後看它不管是product能不能做出來 或是product做出來的速度跟快慢 都可以決定在這個特定的Gene sample裡面 有沒有這種所謂的Genetic Mark SMP 那麼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它到底是來用什麼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圖來說明 剛剛已經解釋過了Single nuclear type polymorphin 單一的一個點的一個所謂的突變的一個變異性 我們剛剛已經解釋過說 可以跟一個特定的遺傳的一些疾病連結在一起 這個就是靠我們在15章已經講過的Gene linkage 或Gene association的方式來說明 等一下我們再講一次 但是在這個例子上 再一次讓大家知道說 假設你有三個population 你就可以看到在這裡的一個點突變 暗示了說它是一個marker 可以用這個marker來分辨這三個族群 以及跟這個特定族群的一個疾病 關聯性是如何 那麼必須要說明一下 這些SNP通常不會directly involved在這個disease狀況 因為它一般而言都是在non-coding region所找到的 如果直接是involved disease 那就是mutagenesis 像是我們已經提過的sicle cell alimia 跟這裡的一個概念是不大一樣的 而這裡的概念是在這個地方指出來 記得喔 一個DNA sequence就是我們的genome 那剛剛已經提到 每100到300個pac pill 可能就有一個SNP 而且這個SNP 我們的變異性是相當大的 那麼在這個狀況之下 因為這一些變異性很容易被傳下來 我們也可以用mine core red PCR 很快速的篩檢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族群是一個normal allele 是一個正常的一個健康的族群 但是下一個族群是一個disease cogent gene 像我剛剛提到的高血壓 非常多基因involved 但是雖然我找不到這個基因 但是我在分析基因序列的時候 卻知道這個SNP 由AT變成CG 這個SNP 往往可以在剛剛提到的高血壓的病人身上看到 那我就可以依此的判定說 因為這個SNP 都在這個有疾病的人上 可以被辨認出來 它是一個land mark 換句話說 它的臨境一定就包含了 或者是一定有這種相關的的基因 是造成高血壓的一個可能的致病基因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再來一次 SNP其實在這個例子上說明的 是一個marker 來找disease causing allele 好 記得要把45章我們講過的靈菌這個概念 跟這個地方結合在一起 那下一個議題 就是現在非常熱門的cloning 就是克隆 整個個體的一個cloning 其實就是想要利用人工的方式 來製造多餘一個的organism 一個成體 而且這些成體 是在基因的層次上 是完全identical with the donor 在這個地方 它用parent而且括號起來 暗示這個donor的這個意思 那麼在這個例子中 目前大家都要追求的 就是像在座的各位 我不用再使用所謂的精子跟卵子了 因為只要取我們的皮膚細胞 譬如說在口腔中用棉花棒刮一下 拿下這種所謂的epithelial cell的時候 那你用裡面的基因物質 基因有等一下我們會解說的一個方式 希望能夠clone一個跟你 genetic identical的一個baby出來 那在講之前 我們先退一步來看一些宏觀的概念 cloning cologne一個所謂的生物 其實在植物學 或者是這種植物的一個培育養殖上 其實已經行之多年 因為所有的plant 身上的這些細胞 其實都可以變成所謂的stem cell 那這裡就是這裡提到的 single cell culture的一個意思 但是我們先對stem cell做一個簡單的定義 什麼是stem cell呢? 它是相對而來還沒有特異化的一個cell 而且它一定要符合兩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reproducing cell indefinitely 它能夠一直不斷的一個自我更新或更生 第二個要件就是它必須要有能力 能夠differentiate into one or more type of specialized cell 它能夠分化成超過一個或兩個以上的特異細胞 記得喔 這個兩個綠色的是一定要符合你才能夠叫做stem cell 那麼剛剛提到了 因為植物 哇 它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特性 是因為它身上的這個細胞幾乎都可以去分化或退分化 就是這裡de-direction的意思 而變成所謂的一個完整的一個個體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說明之下 plant cell就是這裡所提到的totipotent的一個stem cell全能細胞 因為它一個就能夠構成一個complete new organism 那這是怎麼做到的呢 課本有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適應圖 利用胡蘿蔔為例子 所以譬如說你到市場去買一個carrots cross station下來之後 你把它切成小小的一個碎片 那這個碎片你可以把它打散開來之後 在非常有營養的培養力裡面 而且一邊開始擾動 一邊讓它開始增生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一些single cell就會掉到這種所謂的liquid裡面 那掉到liquid裡面的時候 你再去塗盤 把單一的這種細胞團塊拿出來 就是這裡看到的single cell 現在因為suspend變成一個dividing的 一個suspension的一個cluster 那這些cluster呢 其實就被叫做所謂的embryonic plant 而且會有一些很特別的這種所謂的morphology出來 而這樣子的一個embryonic plant 你再把它移到另外一個飾管 一樣有aga就是洋菜礁 像果凍一樣的一個狀況 給它時間 它就能夠長出一個完整的一個個體 那目前非常多的經濟作物 以及花卉都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做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plan 怎麼樣用single cell的一個所謂的cultural方式 來clone一個完整個體的一個說明 可是到了動物animal的時候 剛剛那個方式就不行了 目前已經被證實有效的 必須要利用這種叫做nuclear transportation 就是所謂的細胞核的一個轉值 這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你要得到一個所謂的unfertilized egg cell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zygo的一個意思 但是這種所謂的unfertilized egg的zygo 裡面的基因的物質 我要想辦法先把它移除 然後再用我剛剛解釋過 棉花棒刮了口腔 拿下來的細胞 裡面的細胞核 再把它放上去 也就是我這裡提到的分化後 的這種細胞核 經由這種所謂的nuclear transplant之後 你再給它一個刺激 它就會開始分裂 但是記得喔 它是在egg裡面 所以你必須要放回 一個surrogate的一個mother裡面 就是待遇媽媽裡面身上 讓它開始慢慢的從胚胎發育 像上個禮拜我們講過 到兩個月的時候 就是母子結大小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讓它再發展完成 但是科學家也發現了 譬如說你我 我們可能差了二三十歲 我身上的現在的細胞 跟你們身上的細胞 已經被發現不一樣了 因為科學家知道 the older the donor the nucleus the lower the percentage 這個會有normal developing的一個taple 這個指的是蝌蚪 等一下會看到 那為什麼呢 這個就是跟我們上次提到的 還記不記得 mutation的accumulation 還記不記得 還記不記得telamere 記不記得telamere 在細胞分裂的時候 DNA的有一段沒有辦法複製 會越來越短 那個就是telamere 可能都跟這個有關係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 著名的一個研究 這個是由目前在劍橋大學的 Golden爵士 他因為他研究成果而受封這個爵士 所以他的實驗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那我們來看一次 先拿到frog的embryo 那這個狀況之下 你可以看到 它是less differential的一個cell 那這個狀況之下 它可以從一個frog的一個cell裡面 UV破壞它之後 讓它e-nuclear 就是這裡面的DNA物質被破壞了 再把這個東西換上來 可以能夠得到 大部分的這種處理過的細胞 還是能夠變成taple 蝌蚪 然而如果你同樣的步驟是一個 比較大一點 也就是剛剛提到的older 因為這個時候已經分化成所謂的 或者是已經發育成taple了 你在做同樣的事情 而且是從taple的腸胃道的這個細胞 拿下這個nucleus 那做同樣的事情 哇 很多都是在taple的一個state 所以就沒有辦法再發育下去 所以這個就是剛剛提到的 這種時間對於這種 能不能造成一個完整個體 的確是有影響 那理由我剛剛已經說明了 再來一次 可能就是跟這個細胞的aging 跟這種DNA的一個破壞有關係 那麼由這樣子的一個例子 一直到97年的時候 蘇格蘭在University Edinburgh 的科學家們 第一次用很類似剛剛提到 這個Golden爵士 Chrome這個cuddle的一個方式 做出了一個著名的Dolly 就是桃麗羊 那這個桃麗羊是由一個donut的 一個memory cell 就是乳房的細胞 提供剛剛提到的這種細胞核 然後再一個捐贈者的一個蛋 交換之後 刺激懷孕給蛋與媽媽 然後再生下來的 不過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注意一下 他最後發生什麼事情了 97出來 六年的時間 他Premurture death 就是過早的死亡了 而且 在做檢查的時候 也發現這個桃麗羊有關節炎 而且這裡雖然沒有提到 也被發現跟護膝系統有一些疾病 所以科學家那個時候就開始想說 就算是我能夠用剛剛提到的 Nuclear transportation 方式去做一個cloning的動作 但是可能有一些incomplete的recognizing 造成這些所謂的Premature Arthritis 等等的這些疾病的一個異常 不過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是怎麼做的 在這個狀況之下 先有一隻羊 從捐出egg cell 就是剛剛提到的一個egg cell 那利用所謂的 顯微注射的方式 把nucleus移除 另外 從剛剛解釋過 一個捐贈者的乳房的一個細胞 拿下來之後 把這個細胞 跟這個denucleus 這個egg fuse在一起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 新的這個fusion的一個cell nucleus 是從這個donut的一個乳房細胞而來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 先culture 讓他變成embryo之後 再imprint到surrogate 這個就是所謂的代孕的一個意思 讓他去發孕 子宮發孕 那最後生下來就是Dolly 而這個就是他Dolly的標本 因為我一個學生也是你們的學姐 現在就在Edinburgh 讀工讀stem cell的一個博士 所以我拜託他特別到他們學校 就把這張照片照回來 好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既然能夠做蝌蚪 青蛙 能夠做羊 其他動物行不行呢 當然可以 課本又舉了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這裡提到的cc 它其實是叫做carbon copycat 但是如果你去看他們的這個長相的時候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提到的x chromosome 的 inactivation 那個東西叫什麼 B開頭的 Body 非常好 所以造成羊 這個身上貓毛的這種斑點是不大一樣的 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這個就讓大家知道 目前非常多的一個生物都可以crumb出來了 那麼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提到的 incomplete 的 reprogramming 可能造成 premature death 跟arthritis 等等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時候 代表的就是有一些faulty 就是有發生錯誤的gene regulation 一定跟剛剛解釋過的animal corning 發生關聯性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就算是剛剛陶立揚這個所做的這個流程 科學家他們跟我們分享 他們其實做了非常多的類似實驗 但是成功率相當相當的低 only a small percentage 能夠 survive 而且 be birth 那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剛剛提到的mutation 啊或是這種所謂的 incomplete programming 或是其他等等因素 似乎就沒有辦法解釋了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還記不記得我們已經提過的epigenetic 的change 就是包含的 excellation of histone 根本的DNA 可能就扮演重要的角色了 那這個部分到現在 還在被非常激烈的 全世界競爭的一個研究中 正在回答這個相關的一個問題 好 那講到這裡的地方 我想同學們一定內心就一直在想 那人呢 人呢 human corning呢 到底有沒有人在做 其實你真的問我的時候 我自己會再認為說 其實應該是有人做的 只是到底做的人會不會公開出來 我不清楚 不過走之前我們再回顧一下 剛剛提到的這些stem cell stem cell by definition 是relative and specialized cell 記得 是reproducing inevitably and differentiate into specialized or one normal cell 非常非常的一個重要 好 了解這個過程中 我們先來看看 在人類的 空靈上的一些研究 一開始是用所謂的embryonic stem cell 而來的 這個就是要一個真實的受精軟 所以你必須要有donor的spur 你要有donor的ex 在飾管中混合之後 讓它變成受精軟 而這樣子的一個受精軟 其實它會像是一個中空的泡泡 只有在下面這個地方 叫做blastocyst的這個細胞團塊 才是我們這裡提到的embryonic stem cell 而它就有符合上面 這樣子的一個說明的一個特性 但是除了這種受精軟 得到的這個stem cell之外 我們也知道說 像在成人你我的身上的骨髓 一樣有stem cell 只是骨髓裡面的stem cell 能夠做出來的細胞種類 遠遠低於這種embryonic stem cell 能夠做出來的一個種類 因為骨髓可能就是能夠做一些 神經肌肉或血球細胞 而不像這些embryonic stem cell 連精子軟脂都可以被做出來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中 這種所謂的stem cell 怎麼樣來說明呢? 就有幾個重要的關鍵次 要大家記得了 所以stem cell已經解釋 我不再多說 如果它開始divide的時候 可能選擇不斷的自我更新 所以有可能子帶還是stem cell 但是如果它開始divide或special的時候 初期就有這種提到的precursor cell 叫做前驅細胞 記得哦 前驅細這個細胞非常的重要 所以從它變到這個地步之後 還要經過非常的的步驟 才能夠變到課本上你看到的 脂肪骨骼跟血球細胞等等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整理一下 stem cell能夠divide變成stem cell 或other precursor cell 然而precursor cell 因為已經進入分化的一個 所謂的cell fate commitment 那它能夠做的細胞 當然就會減少 而這種過程 往往都要靠一些external factor 包含像荷爾蒙環境因素等等 才能夠誘導它們變成一些特異的一個細胞 那麼在這個地方提一下 如果有本事把這個stem cell 變成precursor cell 再變成blood cell 哇 那你換句話說 我就不需要找捐學人來捐學了 我可以用stem cell的engineering的方式 大量在試管中製造人工紅血球 或人工血小板 所以這個又是一個stem cell technology 可能的一個應用 那麼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中 我們回到剛剛stem cell的議題 而且來比較embryonic 胚胎以及adult 成能的一個幹細胞 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中 記得reproduced neutrality 是非常重要 以及differential into variety special 是能夠教成幹細胞重要的一個特性 你有沒有注意到我講三次了 為什麼講三次一個非常重要 也就是其謀考我必考 那麼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它能夠變成multiple banana cell type 是一個非常重要區隔它的一個特異性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科學家們 一直還是想利用embryonic 而不是adult stem cell 但是又回到了embryonic stem cell 還記不記得它剛剛怎麼來的 你必須要有軟子 必須要有精子 但是在世界上很多宗教 他們會認為說當精子跟軟子碰在一起 生命就開始發生了 所以如果你把一個 剛剛提到的breastasis 打開來取下來 那你就是殺了一個生命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道德上 到現在非常爭議性非常高的一個問題所在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GPC的剛剛提到在plan cell裡面 一顆細胞能夠變成完整個體 任何的細胞包含精子跟軟子 那個叫做totipotent全能 可是如果它盛世了一些能力 只能變成多種 那就叫做pulipotent 那更往下走就叫做multipotent 只是在這裡沒有列出來 不過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中 為什麼我們喜歡用embryonic stem cell做研究 而不是 adopt stem cell 因為它能夠做出比較多的differential的一個 所謂的cell type 好我們繼續的往下看 那這些stem cell 或者是這些所謂的stem cell technology 當初吸引這麼多人來投入 還有政府來投注經費 就是希望能夠達到這裡提到的再生醫學 還記不記得我剛剛提到的 如果你有辦法在體外用stem cell 大量的製造紅血球、血消板 你就不需要再找人來捐血 你也不會有一些什麼捐血的HIV 那些液體出來了 不過真正要讓我們能夠更進一突破的 就是這裡提到的例子 這也是真實的狀況 早在1985年美國的科學家 如果我沒有記錯是在Pittsburgh 他們就開始從骨髓的幹細胞 取下這些stem cell之後 然後打到有所謂的心肌梗塞 病人的這種所謂的心臟上面 發現這一些Bone marrow derived stem cell 竟然能夠修復心肌梗塞 受損的心肌細胞 那這個是已經快20年了 那如果這個能夠做到 科學家也想要去修復破壞的 比如說腦破壞的腎 其他你想得到的器官 都想要把它再生回來 好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中 在2006年的時候 這裡這個日本科學家 他名字就是 薰亞亞馬納塔山中聲明 在CELL期刊上 發表了一個Landmark article 整個震驚了所有的一個學術界 因為他第一次告訴人們 怎麼樣來做幹細胞 而且這個幹細胞很特別 叫做Induced Polypartum Stem Cell 誘導多能心幹細胞 我們先這樣一個翻譯 我想在座在高中的時候 也都聽到他 不過今天我們再來一次review 他是怎麼做的 他的一個方式就是 transform已經分化的一個CELL 怎麼做呢 用所謂的retrovirus 還記得上禮拜我們講的retrovirus 如果不記得回去回顧一下 把幾個重要的transcription factor 就是master regular gene 再放回去 然後誘導之後 就能夠變成stem cell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就沒有剛剛提到的精子 軟子結合變成生命的這個倫理的一個議題 而inlimited很多ethical的一個problem 好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他到底是怎麼做 這裡就是他所用的四個重要的master regular gene 通通都是transcription factor 包含Ox3-4 Sox2 Clif4 跟CMIC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他用retrovirus的一個方式 把這四個基因再重新 cron回SKIN的一個CELL 這個就是已經 從stem cell 又分化好多部的一個所謂的 一個almost terminally degenerate cell 把這個聲音放回去 誒 他竟然又能夠變成stem cell來的一個狀況 所以目前這方面的研究 一直在被熱烈的一個進行當中 那麼這就是我幫你們補充的一個研究 這個都是real的 不過不用擔心 他們都是在老鼠身上做的 現在科學家 而且都是日本的科學家 發現用剛剛的induced polyplotent stem cell 就是這個細胞 透過適當的誘導跟分化之後 他們可以做出人造的一個精子 跟人造的卵子 而且這些精子跟卵子 可以fertilize 而且放回seric mother 變成一個完整的個體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去年的意思 舉的例子就是 你可以想像林志玲跟張惠媚生小孩嗎? 現在他就可以做到了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林志玲捐一個cell 但是我在體外讓他誘導成精子 張惠媚捐一個induced polyplotent cell 但是我在體外讓他誘導成卵子 在寺館內讓他受精 在一個待遇媽媽生下來 那這個小孩就是林志玲跟張惠媚的小孩 聽懂嗎? 所以這個如果真的出來了 在人類身上英勇將會整個revolutionize 我們對於倫理的一些概念 好 那繼續的往下看 這個都是real的 你們真的可以回去查 好 我們換下一個議題 這裡要提到的一個議題 就來看看我們回顧 目前或者是預計未來 有哪一些DNA的一個technology 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也就是在座的各位可以投入的 那麼一般而言 我們現在整理出來的幾個 記得喔 絕對不是 所有comprehensive的一個list 我們只是秀出幾個 比較重要的一個example 在醫療上 在所謂的這種犯罪的 這種forensic的一個法醫的學上 在這種所謂的環境 以及在所謂的農產畜牧業上的一些應用 而在這種medical application 主要就是在一些遺傳的 genetic disease 因為早期診斷 你就可以決定說 你要不要留這個小孩 或是先做一些預防性的治療 或者是用它來develop一些therapy 或是drub 那麼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中 剛剛提到的這種所謂的diagnosis 其實就是利用不管是PCR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或microid的方式 去偵測現在決定你結婚要生小孩 那這個小孩是不是有一些mutation 那它已經確實跟genetic disease有關係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已經有相當科學家做出一些 菌跟desease的一個database 換句話說 哪一個基因如果被disrupt或破壞掉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疾病 在這個database上都可以被找得到了 那在這種所謂的diagnosis of disease的一個過程中 剛剛已經提到過 你可以用各式各樣低音定序的方法 來做這種所謂的偵測 只是目前最受重視的 就是這裡提到的PCR base的一個方式 利用一些特殊設計的primer 它能夠跟剛剛我們提到的 這些desease gene的這個sequence 有這種所謂的相對應的一個關係 然後把這樣子的一個product 不管是看mutation set 或是把那個區域整個amplify出來 在做sequencing 我們就能夠去讀出 到底有沒有這個desease causing的一個mutation 那麼在這個過程中 剛剛提到的SMP 再來一次 它是genetic marker 就非常的重要了 因為這一些SMP就是一個路標 一個landmark能告訴我們說 如果要找一些特定基因cosing的allet的時候 我要怎麼去設計這些PCR 因為我要知道那邊的序列才行 那麼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中 利用流行病學跟統計學上的分析 這些SMP出現的頻率 跟是否有出現的這種所謂的關係 也能夠跟很多疾病的這種所謂的reaks 這種所謂的possibility 都能夠結合在一起 所以目前也有生技公司針對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設計一些heart以及cancer的desease 來做一些diagnostic kit 那麼剛剛提到的這種所謂的RNAi 是一個方式 但是記得喔 RNA是把一個mRNA product把它破壞 或是把它breakdown掉 可是如果你有本事把一個壞掉的一個基因 像是我們解釋過的sicle cell Alimia的Gene把它換成一個好的跟正確的呢 那這裡就是提到的Gene Therapy Alternation of Afflicted Individuals Gene Afflicted就是受到影響的一個意思 所以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Vector還記不記得我上禮拜提到的cloning vector 或是我們剛剛前幾張slide提到的retroviridic vector 就是這種所謂的vehicle 來deliver這些gene into spexocidal cell 像是bone marrow 那就能夠去改變跟造學有功能相關的這種所謂的疾病 那麼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Gene Therapy一樣有一些ethical的一個issue 因為我們現在就非常的擔心說 有人會在體外事先的去處理精子跟軟子 處理完之後 在他人工受精再送回媽媽身上去懷孕 那就會造成一些可能我們現在 也沒有辦法預測完全的一些議題出來了 不過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概念是什麼 假設我已經知道說 這個病人有一些造學功能上基因的一個缺陷 比如說血友病 那我就先clone一個正常的這種所謂的基因 然後把它放到這個viral vector上面去 因為RNA會infect 這種所謂的healthy的一個所謂的造型幹細胞 而且把這個DNA把它incorporate 到這種所謂的infected cell的chromosome上面去 所以換句話說這樣子的一個cell 種回這個bomerocell 就能夠大量的製造正確carbin gene的product 希望能夠把這個疾病的一個症狀 扭轉或者是減緩下來 那麼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中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更直接的方式 就是利用所謂的DNA technology 直接去來開發新的一個藥物 那麼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這裡就是一個非常著名的一個例子 這個藥物叫做immatinate 其實它的另外一個名字叫做Glibet 就是利用所謂的DNA-based的一個approach 所開發出來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是怎麼一回事 Glibet剛剛提到了 是一個小分子的一個化學藥物 它能夠去跟ATP競爭 而競爭的地方就是一個所謂的造血 細胞上面的一個重要的一個enzyme 因為這個enzyme 當它接受到這種ATP的一個 所謂的磷酸化的時候 就會釋放出生長訊號 讓這些所謂的造血的precursor cell 大量的一個增生出來 而所謂的血癌 其實就是你周邊血液 有大量不成熟的一個細胞 那麼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中 你用Glibet把它block住的時候 那當然就能夠抑制 這一個enzyme的activity 那這個enzyme 就是這裡提到的一個leukemia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它的一個receptive tyrosine kinase 而且有特別的書 叫做matric 一個cancer bullet 做出來了 但是這個又是怎麼來的呢 啊 這個其實我們已經講過了 還記不記得在15章的時候 我們講過這個chromosome的一個alternation 原來科學家已經知道 剛剛這個chronic myelogenes leukemia CML 就是chromosome9跟22這個地方 有一個translocation 而這個translocation 又被叫做所謂的philadeva chromosome 而這個translocation就是造成 這個一直會被活化的CML enzyme 的主要的一個原因 所以理解了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科學家知道它的影響 才因為這個方式設計這個新藥 一樣是DNA-based chromosome alternation translocation 而開發出來的一個新藥 所以換句話說 CML是目前被認為 可以把一個cancer 變成chronic disease的一個藥物 好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之下 我既然能夠用它去 偵測這個target 我當然也可以利用這樣的技術 來做protein drug 還記不記得我們在上個禮拜 提到用eucaria 跟所謂的bacteria yeast 來製造蛋白質 你這個蛋白質如果是有所謂的 醫用的一個效果 你就能夠用動物或者是植物 當成工廠 它源源不斷地去分泌跟製造 米藥的這種所謂的protein drug出來 那麼有哪一些已經被這樣製造的呢 包含糖尿病的胰島素 還有一些生長相關的 一個人類的生長荷爾蒙 antibody跟bacine等等 譬如說 治療Ebola的一個Z-Map 一個humanized 的一個moloclonal antibody 就是利用DNA的技術 在煙草 tobacco leaf上面所製造出來的 那麼 這一些被用來製造蛋白質藥物的 就被叫做farm animal或plants 記得喔 它是要經過基因的改造 讓它的一個身上特定的部位 大量製造出我們要的 像是剛剛的insulin 所謂的growth hormone等等的 那我們再去從這個地方把它分離跟取出下來 那想到這種製造蛋白質藥物 你就能夠理解了 如果你能夠把這種製造這種有用 要用的蛋白質藥物 在這種所謂的 像是這個羊的一個蜜乳細胞 所以換句話說 它分泌出來的這個羊奶裡面 就有你要的這個protein 那這個protein經過存化 就可以拿來治療病了 那麼 課本上這個例子 就是利用這種transgenic gold 而變成一個farm animal 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一個藥物工廠 在奶裡面去分泌這種antithrombin 而這個antithrombin 剛好就是老師我的博士論文的一個題目 這就是我當初的論文 這是我第一作者的一個paper 什麼是antithrombin呢? antithrombin就是在血液凝折的過程 它位在這個地方 它能夠去抑制血栓的一個形成 所以有非常大的一個市場 特別是在一些癌症病人的一個身上